各位说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今天我们接着来讲资产配置,这是老齐经常提到的一种投资方法,它的好处就是稳健,而且胜率极高,容测率也很高,即便你犯错了也不要紧,依旧能让你持续稳健的获得财富的增长,今天我们就继续找来一本书,从头到尾的再给大家梳理一遍资产配置的逻辑和工具。 书名就叫做让资产配置为你的财富增值,作者叫做吴建军,属于是老齐的同行,也是一名财富基金的管理人,专业的投资者,这算是一个资产配置的入门级读物,让你系统详细的认识各类资产,并且熟悉他们的应用,以及资产配置的逻辑,还介绍了一些简单实用的公式,还有一些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周期规律。 对于那些半路出家,刚接触资产配置的朋友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全面掌握资产配置的机会。 一开始作者说了为什么要投资,其实这没什么太多可介绍的,基本上就两个目的,一是抵御通货膨胀,让自己辛辛苦苦赚到的钱不至于缩水,第二就是获得一定的增值,让钱可以为我工作。 但是只要投资就会面临风险的问题,通俗的解释,风险就是投资者遭遇损失的可能性,一般分为两种风险,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来自于整个宏观层面,包括整个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政策风险等等。 系统性风险同类资产无法分散,必须通过不同的资产相互组合才能抵消掉。 比如大的通胀来了,必须要加大商品的配置比例才行,否则你光配股票很难消除掉通胀的风险。 另外一种风险叫做非系统性风险,是微观上的风险。 比如企业业绩暴雷财务造假这种风险,消除这种风险不用跨资产,只需要多配置一些品种就可以了。 比如配置20只股票,即便某些公司业绩暴雷跌了一半,你也才损失了2%。 所以你要消灭什么风险,就决定你要怎么去配置你的资产。 如果通货膨胀没有担忧,那么当然就不用去配那个大宗商品,衰退的风险也小,甚至连债券都可以少配。 只需要在股票中间多样性选择就可以了。 财富增长一开始都会比较困难,因为你基数小,给你10%到20%的收益似乎也不解渴。 但是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很秦奇,就叫做复利。 只要你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这个收益,那么它会让你在后面收益越来越高,而且差一个点就能差出好多。 比如说以50年为周期计算,年化10%会让你的本金翻117倍。 但如果是年化12%,最后就翻到了289倍,后者是前者的2.5倍之多,差距巨大。 但是放在某一年里,其实多不多,这2%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银行和保险有的时候会用一些金融产品来坑你,故意混淆单利和复利的概念,告诉你一个很高的收益率。 但其实它是单利计算的,比如给你每年10%,单利计算的话,那么10年才翻1倍,50年才翻5倍。 跟复利的117倍,差了20多倍的收益。 反过来说,单利的年化10%,放到复利上来说,只相当于50年周期的年化3.6%,所以你想想这得是多大的一个坑。 有个人说给你一个年化10%的产品,你一定得先问清楚,它到底是单利还是复利呢? 鉴于复利强大的后期增值能力,所以要求我们必须要做到两点。 一是投资要趁早,你得有足够的时间去滚动你的血球,二是你必须尽量的进入复利的增值阶段,也就是说留给你试错的时间并不多。 有人虽然20岁就开始投资了,但是到40岁了,他还在亏损,依然没有找对方向,那么他在未来的收益就会比较有限了。 如果你去做问卷调查,几乎所有投资者都会告诉你,他是一个稳健型的投资者,但是现实中很多人都走向了高风险的激进投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都不能正确的评估风险,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 有人经常在牛市的时候吹牛说,我能够承担40%的回车风险,但是往往一到熊市里,他连10%都挺不住了。 为啥会这样呢?因为牛市里都是好消息,他只想到了回车40%对自己的心理影响,但是一到熊市里呢,其实全都是怪消息了。 除了是股市下跌之外,还会天天的有消息吓唬你,告诉你不行了,赶紧跑吧,你的心态就会更快速的崩溃。 所以这种错觉会让你很容易的忽略自己的风险管理。 投资目前有这么几个逻辑,一个是基本面分析,一个是技术分析,还有有效市场假说,告诉你拿着指数就行。 但其实最基础的逻辑就两点,择时和悬股,或者叫做选择资产。 一般有这么几个简单的操作方法,一是相信择时,也相信悬股都是可行的。 越是能力不足,经验不足的投资者,就越是神一样的自信,他们一般都会选择这个,根据自己的判断随意进行投资。 第二就是相信时机,不相信资产的选择,一般技术分析都是这么干的,他们只做那些强势上涨的阶段,低买高卖,努力实现抄底和投顶。 第三,反过来不相信择时,但是相信资产,价值投资者通常都是这一类,他们会重仓的持有低估的资产,试图穿越所有周期,获得超越市场的回报。 第四,干脆认为市场是有效的,我干不过你,所以压根就是一个大写的服,把我自己的钱按照比例分配在几大列资产上,然后就啥也不干,让这些资产自己去涨,反正无论什么周期,你总得有能上涨的东西。 比如我们讲的资产配置就是这一类,之前给大家讲过最简单的方法,哈里布朗的永久投资组合,就是25%的现金,25%的债券,25%的股票和25%的商品黄金,分别应对,衰退,复苏,滞涨,以及过热四个周期。 如果你想打败市场,那么就选择前三种方法,如果你不想打败市场,但也不想被市场打败,就想稳定的赚点钱,那么选择第四种方法,反而是最简单的。 老齐给你补充一下,其实还有第五种方法,就是老齐教给大家的部分择时的资产配置法,也就是我们在绝大多数没有把握的时候都不动,而在有把握的时候才会行动,通过调整组合比例的方式获得超额收益。 大多数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没把握的,所以就什么也别干,这种方法能保证我们不被市场打败,但是偶尔还能赚点外快,所以比简单的资产配置收益要高一些,当然要求也会更高,还需要我们了解市场的, 情绪波动,更需要了解市场的周期选择,以及对于市场估值要了如指掌,这些要求其实还是挺高的,投资者稍不留神就很可能做成了第一种,既择时又选择资产,最后就会血亏。 现代金融学由马可维茨这些人定义了资产资本定价模型,很多大学里就教授这些课程,他认为收益和风险可以通过公式来确定,所以你能承受多少风险,公式就会给你匹配多少收益,然后根据这些你去寻找相应的资产组合,一直持有就可以了。 马可维茨也成为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之父,当然计算公式还是相当复杂的,需要有相当的数学功底才能看得懂,他是通过计算股票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相关性,然后把不相关的资产放在一起,得到一个风险收益率,从而形成一个组合。 除非你是专业的精算人员,否则没有必要了解去如何计算,老实说老齐也不会计算,我只需要得到那个结果,有我们的专门的小伙伴,通过计算来挑选出股票和基金就可以了,大部分投资经理其实也不用算这个,他们只是会用就可以。 现在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投资方式,就是行为金融学,这个我们也多次讲到,都抢着买的东西它一定是贵了,都抢着卖的东西等他们卖完了一定是便宜了,市场一致性预期, 成都越高,那么相反方向的胜率也就越高,大家都觉得股市要大涨了,那么股市可能用不了多久就要下跌,而且可能还会大跌,但是这些投资者也容易犯错,很容易把自己身边的群体样本当成了大样本,他身边的人都看涨,他就觉得市场上所有投资者都在看涨,所以就出现了小数法则偏差,最后错误的估计了概率,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有很多,比如一定要看成交量的变化, 看涨的人再多,成交量没有放大,就说明不足以相信,行为金融学里面更多的指出了大家的问题,比如那些什么过度自信,前景理论,锚定效应,确认偏差等等,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容易犯错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看看生活中我们能接触到的那些资产,比如大家印象当中被当成资产的,有什么房子,车子,珠宝,手表,股票,存款,理财, 但是如果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好的资产必须要有一个效果,那就是能够带来更多的现金流入,也就是说买一个额,他自己会下蛋,会让钱不断的靠近你,而不是远离你,那么用这个标准来评判的话,显然车子并不是一个好的资产,他买来之后会不断的贬值,你还得往上面搭很多的钱,比如保险,加油,停车,维修等等, 那么以此类推,珠宝和手表也同样不是好的资产,二手的肯定会快速贬值,而且流动性还会很差,你也很难买得掉,所以最后站在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能够用到的常用资产,也就是股票,债券,大同商品,房地产,还有现金,这些是比较务实的资产,明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资产的表现如何,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叔叔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叫做让资产配置为你的财富增值,今天我们来看看资产配置中所用到的那些工具,先来看看股票,这个是最主要的一类资产,我们未来赚钱80%都要指着股票资产,影响股价的因素也非常多,有宏观层面,行业层面,还有公司的基本面,以及投资者情绪心理上的变化,它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 咱们大家经常买卖的都是普通股,也就是企业的股权,享有收益的权利,而优先股跟普通股就不太一样了,不具有参与公司经营的权利,也没有表决权和选举权,但是在利润分红,以及剩余的财产分配上,优先股要优于普通股,优先股股东不能退股,也不能进行交易,只能够被公司主动赎回。 说的再简单一些,优先股就是享受稳定的股息收益率,跟债券有点类似,所以这是巴菲特最喜欢的一类东西,他经常买入大量的优先股,因为他不想介入经营,只想坐地分钱。 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巴菲特就买入了大量的高盛和通用电器的优先股,股息率能够高达10%, 那么有人说了,你直接买债券不行吗?债券利率是写死的,公司以后发展的好了,也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而优先股是随着公司的业绩持续变好,分红也会越来越多。 当然相反,如果公司经营不善,股息率也有可能消失。 从长远来看,股市的回报率是所有资产中最高的,以50年为周期,股票指数能够获得年化10%到12%的平均回报,扣除到通胀之后也有6%到7%,远高于债券和商品。 而且你投资股票的时间越长,回报就越是稳定。 但股票最大的问题就是短期内它是十分不稳定的,所以这才让七成的投资者都在这上面赔了钱,两成也不赔不赚。 真正能赚钱的那10%都是极其有耐心的人。 第二类是债券类资产,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和可转债。 国债是最稳定的,绝大多数国债都是无风险产品,当然也有几个老赖国家会欠钱不还。 而一旦国家信用出问题,那么国债利率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大家需要更多的利息作为风险补偿。 比如俄罗斯的名声就不是很好,曾经有过几次欠债不还的经历,所以它的国债利率就相当高。 2010年和2015年都已经超过了15%,而现在也在7%以上。 可见俄罗斯国债跟P2P也差不了多少了,而信用好的那些国家国债利率都很低,基本都在3%以下。 像日本都已经跌到了0.1%,有的时候甚至还是负利率。 也就是说国家管老百姓借钱,不需要支付利息,甚至老百姓还得倒找一部分利息给政府,求着政府把我的钱借走。 那么这对于负利率的国债来说,显然也没啥投资价值了。 金融债就是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比如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像什么国开债,农发债。 这些东西也同样没什么风险,在咱们这银行就是国家的,所以金融债也很安全,但同样利率不会很高,比国债高一点也有限,企业债的利率会相对高一些,资质越差的企业发债的利率也就越高,多出去的部分都是风险补偿。 一般机构投资者加杠杆去买的债券就是这些企业债,他只要形成利差就可以加杠杆去买,爆雷的毕竟只是少数,但是只要你赶上一个就会血本无归。 不过机构们做的相对分散,所以他们才敢加杠杆去买,个人千万别这么干,你把一辈子的积蓄都压在一只债券上,万一他真出了问题,那你就死定了。 最后是可转债,可债,可股,债的时候利率很低,转股后就变成了股票,所以一般被认为是下有保底,上不封顶的投资产品,至少能帮助你保住本金。 所以熊市里投资可转债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几乎没啥风险,收益也并不低。 但大家要小心,一旦牛市来了,可转债会跟着股市进行波动,我们叫做股性增强,这时候你再去买,就相当于买股票一样了,也是会亏钱的。 债券在资产中的作用就是压仓时,是后备队,用来给股票做配重的,一旦股市不行了,债券可以对冲掉一定的损失,降低市场的波动性。 同时呢,让你有更多的钱,可以去补仓。 第三就是商品类资产,主要分为四大类,能源包括是原油、天然气、煤炭、工业金属,包括是铜铝新锡,贵金属呢,包括黄金白银,以及农产品,像什么玉米、大豆、小麦、糖、棉花等等。 这些基本上都是期货交易产品,主要是为了给那些实体企业做对冲用的,你担心什么就去做什么。 比如你是做肉食加工的,担心猪肉价格上涨,那么你就去做多猪肉。 后面呢,猪肉价格如果真的涨了,你生意上的损失,但是在期货市场上都能唠得回来。 这样大家的生意就会稳定很多,不至于总陷入大的波动当中。 大宗商品呢,几乎都是周期波动的,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可以长期的投资。 它的长期回报也十分的低,跟股票的相关性很低,而跟债券的相关性呢,甚至是负数。 所以,它的配置作用呢,基本上就是分散风险,而不要指着它赚钱。 第四呢,就是房地产类的资产。 老齐一直不看好房地产,但是不可否认,房地产仍然是重要的配置资产。 或者说老齐是不看好我们现在的房地产,主要就是因为它太贵了,如果便宜下来,我依然是会配置房地产资产的。 房地产呢,可以分为三种,住宅、商用地产,还有房地产信托,也就是我们说的瑞斯。 住宅主要是用来升值和出租的,商用地产可以更多的用来出租,而瑞斯呢,则是一个更先进的投资工具。 它交易更加灵活,门槛低,变现也更为方便,主要相当于凑钱买房,然后呢,出租出去,获得租金收入。 瑞斯相比于债券来说,它的收益是浮动的,也就是说它能够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且绝对收入也并不低。 但是呢,由于中国的房地产目前严重高估,租金回报率都在2%以下,所以瑞斯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美国的租金回报率呢,很多都超过了5%,所以基础资产的差别,让这些东西也基本很难落地,只能通过一些基础设施瑞斯进行试点。 第五,绝对收益产品,也就是一些对冲基金,他们通过套利等手段,把风险给对冲掉了,然后加杠杆,获取一些稳健收益,无论是股市涨跌,他们都能够有不错的表现。 比如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就是全球最著名的对冲基金,还有达里欧的侨垂基金也是对冲的。 而卡尔伊凯,约翰,保尔森,这些都是对冲基金界的大神。 在国内公募基金里面没有啥好的对冲基金,在私募基金里面有一些,但是时间都比较短,所以不好下结论。 第六呢,就是现金类资产,是纯现金,还有活期,存单,货币基金,短债等等,这类资产几乎没啥风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流动性很强,便于知取。 收益率呢,大家就不要太过于关注了,有点收益就不错了,它肯定是所有资产中最低的。 所以现金类资产不要过多,一般够用能应急就行了,或者在股债双杀的时候,商品又见顶之后,实在是没啥好资产可投了,我们才短暂的持有现金,又或者是努力返回市场当中的时候,采取定投的方式,那么资金呢,也先暂时存放在现金类资产当中。 第七类就是一些其他资产,比如外汇,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或者是艺术品,股董什么的,有人还把邮票,手办等偏门的投资算到这里面来。 这些东西呢,并不能够很好的被称为资产,比如外汇,它虽然交易量很大,但是呢,却不具备升值的属性,类似的还有黄金,黄金也不能长期投资,而私募股权基金这些东西没办法标准化,你可能赚到钱,但也可能会赔掉钱,这个就得抠命了。 而艺术品股董看起来呢,是能升值的,但是当成爱好还行,因为你卖的时候,不见得就正好能碰到那个买家,它的流动性很小,所以就变得很不确定。 接下来我们看看经济周期,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花谢花开,寒来熟网,经济其实也一样,它会持续的进行循环发展。 早在凯恩斯那个年代,他就提到过,经济周期性运动包括繁荣,恐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其实呢,繁荣和恐慌是最重要的。 之所以周期会存在,跟人的情绪波动有很大的关系,在繁荣当中,大部分人都会过于乐观,然后呢,就会增加自己的投资,接着就是供给大于需求。 然后他们又开始大量减产,关闭工厂,工人失业,经济就会陷入到萧条当中,等大家都不生产了,那东西又不够用了。 这就开始出现了经济出清,然后呢,就开始恢复生产,又重新走向繁荣。 所以经济周期说白了就是人的行为所导致的,经济中有这么几个常见的周期,基金周期就是库存周期,大概三年到三年半一次。 然后呢,是三个基金周期,等于一个诸葛拉周期,它是资本支出周期,大概是十年左右一次。 还有库兹涅斯周期,就是房地产周期,大概15到20年,最长的呢,就是康博周期。 往往跟技术革新有关,大概有50年以此波动。 但是最玄幻的也是康博周期,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把它说清楚,它的起因经过结果也不确定。 也很少有人能够特别准确的判断出康博周期的变化。 此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周期理论,比如什么熊彼得周期,哈耶克周期。 明天呢,我们再来接着介绍周期理论,来看看周期如何与资产配置进行相结合。 咱们明天再见。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让资产配置为你的财富增值。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讲周期。 熊彼得也提出了一个熊彼得周期理论,他在四个阶段当中引入了创新的概念。 他说,当创新浪潮出现的时候,社会上的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就会扩张,从而引发经济增长。 当创新得到扩展的时候,竞争使得商品价格趋下降,盈利呢,降低,银行信用开始收缩,于是呢,经济从繁荣转向衰退。 老齐给你解释一下,熊彼得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做创造性破坏。 后来还有一个教授,叫做克里斯坦森提出了破坏性创新,其实呢,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不断的创新循环当中,而创新就会创造新的繁荣出现。 如果很久没有出现重大创新了,那么经济就会陷入到萧条当中,比如当年的二十九年之前的繁荣,就是汽车和铁路的图现,以及电力革命的作用。 五十年代的繁荣呢,是电子设备的广泛应用,到了八十年代之后这波繁荣,显然就是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的推动了。 所以在熊彼得看来,要想经济持续走向繁荣,就要进行重大的创新,让生产力提高一个量级的那种。 再来看看哈耶克周期,哈耶克认为,通过信贷市场向经济体系中注入新的货币,会降低利率水平,从而导致资源上的错配。 利率降低之后呢,投资者获得了资金成本就大幅下降了,大家会去追加新的投资。 在原有的投资项目得到满足之后,人们会把这些钱投入到那些周期更长的项目之上,于是呢,多发出来的钱,其实都投放在了这些竞争家的项目之上了。 制造了繁荣的过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发现一些问题开始出现,比如某些生产要素开始供补应求,然后价格上升。 就比如说那些石油啊,钢铁啊之类的东西,成本上升呢,会进一步的提高对于信贷的需求,由于是计划外的成本上升,所以呢,这些东西反过来会让你的利润受到损失。 大家开始觉得得不偿失了,于是就纷纷的撤回投资,经济开始陷入到萧条当中。 嗨客认为经济危机会让大家产生储蓄的习惯,无需国家过多干预,等待经济出清了,他自己就能够恢复繁荣的力量了。 作者说整个经济的变化其实就取决于两大因素,一个呢是货币和信贷总量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所卖产品服务和金融资产数量的变化。 这就是著名的费血方程式,MV等于PQ,市场中的钱的多少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周期的变化,信贷扩张导致繁荣,而信贷紧缩呢导致经济萎缩,信贷由社会的需求产生影响,呈现出周期性波动。 而央行为了对抗这种周期性波动,就要做逆周期的调节,让整个经济周期的变动显得更加的平稳。 所以最后表现出的结果就是经济一会儿加杠杆,一会儿变得又去杠杆,加杠杆就会走向繁荣,而去杠杆的过程呢就是降低负债,走向萧条。 虽然去杠杆的时候会显得比较痛苦,但它呢也是一种经济自我修复的过程。 2004年著名的投行美林开始根据周期的变化制作了著名的美林投资时钟,上面呢四个分区分别代表衰退,复苏,过热和智障,代表了周期的四个阶段。 然后呢对应了债券股票商品和现金四类资产,先说衰退期,最佳资产呢就是买债券,因为此时产能过剩,盈利能力下降,库存积压。 经济表现出通货紧缩的迹象,为了提振经济,政府往往会逆周期调节,使用宽松的货币。 那么货币宽松会让债券利率下降,导致债券的价格持续上升,所以债势进入了牛市阶段。 除了债券之外,持有现金也可以,毕竟呢通缩现金也不会缩水,股票就比较糟糕了,应该还处于熊市当中,最差的就是大中商品。 此时大中商品应该在一个高位回落的跳水期。 第二是复苏周期,买股票,经济已经开始抬头,但过剩产能还没有被消化,通胀程度呢也比较低,大家感受非常不好,所以股票价格很低,但基本上已经出清了,未来企业经营状况会持续好转,所以股票已经提前于经济开始复苏,潜力巨大。 此时除了股票,债券也还不错,属于是股债双牛的阶段。 第三个资产呢是现金,最差的应该是大中商品,它应该还没有跌完。 第三呢就是繁荣周期买商品,股市牛市进入尾声,经济过热的苗头已经出现,产能不断扩张,通胀也走高,经济强周期回归,那么代表着强周期的大中商品持续涨价,叠加上股市的牛市盘性非常的大。 此时最好的资产就是大中商品,其次呢是股票市场中的周期板块,然后是现金,最差是债券,因为利率上升了,债券价格已经开始下降,债券进入了熊市当中。 第四就是滞涨期,所有资产都在下跌,持有现金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在这个周期的后一半可以适当的返回债券市场进行抄底了,这个周期之内的股票和大中商品表现都很差,都会处于大跌当中。 由于美林投资时钟是2004年推出的,所以他主要研究的就是1973年到2004年,这30多年的周期表现,大概是每个阶段要6到7年的时间,他还测算出了各个阶段的资产表现。 在衰退阶段,债券回报是9.8%,股票是6.4%,现金也有3.3%,而大中商品是负的11.9%,在复苏阶段,股票是回报最多的,达到19.9%,而债券其次是7%,然后是现金2.1%,大中商品又跌了7.9%,过热阶段是大中商品涨了19.7%,股票是6%,现金是1.2%,债券是几乎没收益, 而在滞涨阶段,不赔钱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里呢,好奇得多说一句,之前我们在研究过去几十年经济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在70年代,必须得通过配置大中商品,才能避免组合大幅下跌亏损的情况。 这是一波巨大的通胀,造成了股债双杀,但是如果排除掉70年代,从80年代开始算起,一直到现在,持有股债组合的收益反而是最高的, 大中商品的作用并不大,甚至反而拉低了整个市场组合的收益。 所以老奇有一个结论,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没有大通胀的威胁,其实股债组合收益会更好一些。 如果预感到大通胀要来,就必须要配备大中商品,比如黄金和原油。 啥叫大通胀呢?就是CPI超过10%的那种全球性的通胀局面。 但其实现在已经很难发生了,总之呢,就是积极型资产管理的思路, 就是在不同的资产之间,根据时机进行播种和收割。 春天产桃,夏天产西瓜,秋天吃柿子,冬天可以吃橙子,什么季节干什么季节的事。 气候上现在有了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春夏越来越长,春秋越来越短。 而投资市场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通缩越来越多,通胀越来越少。 所以老奇认为,现在绝大部分的时候,可能股债组合就足以应对了。 甚至未来,随着债券收益率持续降低,股票的持有比例要不断的提升才行。 牛市会越来越长,而熊市会越来越短,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变成结果。 传统的资产配置,其实在犹太人的塔姆德里面就已经提到过, 三分之一买土地,三分之一做生意,剩下的三分之一进行储蓄。 这就是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最早的分散投资的思想,土地就是房地产,做生意就是股权,而储蓄就是现金和债券。 这种大类资产配置的比例,其实今天依旧是适用的。 现代的投资组合,是根据均值方差模型倒推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得先想一下自己能承担多大风险,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收益,然后通过相关性的计算为你找到那些资产,得到组合之后,你可以消极的管理,也就是死拿着,每年顶多是动态平衡一下,也可以进行积极的管理,根据目前的周期来进行组合的变证。 比如预感到强周期要来,可以加大顺周期的配置比例,比如2020年,我们就在顺周期之上,不但配置了有色金属,还配置了黄金和原油,相当于超配了25%左右的仓位。 最终表现还是很不错的,2020年9月份,我们只赢黄金,到了2021年春节过完,我们相继只赢了有色金属和原油,算是获利颇丰,为整个投资组合加厚了不少收益,这就是肉眼可见的机会。 另外在2021年,我们预感到市场今年可能会大幅震荡,所以开始进入主动防守阶段,只赢出来的仓位基本上都变成了现金,没有换成股票。 在暴跌发生之前,我们的股票仓位其实已经降到了35%,算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 等市场稳定之后,我们可以重新把股票仓位加到50%,甚至是60%,相当于一次很好的超低机会。 这种积极管理之下,组合的收益将明显提升,当然,这需要你有很高的水平,对周期判断精准,如果错了,反而会拖累组合的表现。 老齐建议投资者,如果你刚开始接触投资组合,可以先从固定结构的策略开始练起,建立一个五四再六的组合,然后就别动了,每年平衡一下。 然后加紧学习,等自己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有点心得了,可以拿出10%的灵活仓位来自由配置,也就是主动管理这10%就可以了。 然后继续学习,慢慢加大自由仓位的比例,20%甚至是30%,不要上来太过于心急,慢慢来。 我们明天再来讲讲投资组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进行再平衡,咱们明天再见。 各位叔伙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让资产配置为你的财富增值。 今天来看看再平衡,假设你一开始股票和债券各头一半都是5000块钱,然后一年之后股票涨了20%,债券基本没收益。 那么到年底的时候,你的股票账户就是6000块钱,而债券是5000块钱,总计是11000块钱。 那么再平衡,也就是要将股债恢复到5比5的配置比例,也就是说要卖出500块钱的股票,买入500块钱的债券,调整之后,它们都是变成了5500块钱。 这就是再平衡了,帮助你在高位减仓,相反也一样,如果股市下跌,那么再平衡将帮助你卖掉债券,补入股票,相当于以此抄底机会。 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其实定期再平衡,在平常的日子里作用并不太大,因为你经常一边涨就一边卖了,所以最后收益反而受到了影响。 最后低买高卖收益的补强跟不断上涨减仓带来的损耗,其实相抵消了,看不出太多的效果。 但是如果有一次特别大的短期的牛市和一次特别大的短期的股增,那么再平衡的作用就非常明显了。 所以再平衡到底有用没用,取决于行情本身,看中间到底有没有这种短而急速的特大牛市产生。 作者列出了1972年到1998年的标普,房地产,大宗商品和组合的对比,投资组合的风险是10.41%,远低于标普500的16.74%,房地产的17.31%,和商品的24.25%,而收益方面,持有组合最终只是略低于标普500指数,完胜房地产和商品。 也就是说,组合的性价比要高出很多,如果通过提高标普500指数的持有比例,其实最终它可以得到一个跟股票指数差不多的收益率,而风险依然要小很多。 这个统计展示了被动资产配置和再平衡的威力,也就是说基本上跟指数差不多,但是回撤要小很多,性价比极高。 所以如果你啥都不懂,进行这种被动的资产配置是比较好的选择,至少可以保证你获得不低于市场的收益,而且相对稳健。 再看看积极型资产配置,就是我们通过主动管理实现资产比例之间的动态调节。 它有两种逻辑,一是按照经济周期进行调节,二是按照不同资产近期表现进行调节。 先来看按照周期调节的,作者引用了老齐非常推崇的一本书,叫做积极型资产配置指南。 这是美国著名投资大师马丁·普林格写的,他将周期分为了六个阶段。 一是衰退,债券进入牛市,二是经济见底,股市开始走牛,债券依旧牛市,三是经济复苏,债券到底,股票继续走牛,通胀已经开始上升。 四是经济快速增长期,而债券进入熊市,股票和商品继续走牛。 第五就是经济增速放缓,股票见顶,商品牛市疯狂,而通胀压力明显。 第六就是经济见顶衰落期,无论是股债商品,全都在下跌,现金是最好的资产。 如果我们能够识别这六个周期,自然可以按照经济周期去做收益最大的资产组合。 按照不同资产近期表现进行调节的方法,就是选择最好的资产持有。 如果所有资产都表现不佳,就只有现金。 这个有点类似于股市上的二八轮动策略,20%指的是大盘股,80%指的是小盘股。 到底是选择大盘还是小盘呢?我们不判断,只跟随。 大盘只要占优势,我们就选择大盘,而小盘占优势,我们就选择小盘。 如果都不强,就买国债等待。 这个二八轮动策略还是很有效的。 根据数据回测,2006年初到2015年底,该策略切换了240次,总收益是35倍。 在时间当中有三年涨幅超过100%,两年涨幅超过50%,五年涨幅小于3%,有一年是最惨的,跌了20%下去。 而相同的时间里,护身300只涨了3.4倍,中正500则涨了5.7倍。 所以二八轮动可以说远远跑赢了指数,但是老齐也要提醒一点,这个东西你少算了一个交易成本,244次的切换,其实交易成本也不低,对收益也会造成损失,但是总体并不影响这个结果。 这个策略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得天天去做功课,而且无论对错都要坚持,它的策略收益都来自于大的趋势,而在大的趋势发生之前,特别是那些震荡式里面会让你亏损掉很多的钱。 在你持续亏损之后,你是否依然相信这个策略,并且坚持继续,这个很考验人性,把它交给计算机去干比较简单,但交给人来做其实难度非常的大,容测率也很低。 一旦你要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收益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遭遇巨大的损失。 其实二八轮动策略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个股债的积极组合。 那么我们以此类推,作者用了创业版指数,黄金指数和企业债指数来做股债商品的三元组合。 跟二八轮动一样,谁强就只有谁,都不强的话就只有企业债。 2010年以来回测数据,该组合年化回报率价格高达42%,最大回撤是18%,之所以要用创业版。 就是因为它的弹性更大,比护身300更有波动性,而且这三类资产的相关性更小,那么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收益也就会越高,风险就越小。 积极资产管理和被动资产管理的相同之数都在于,相信资产间有弱相关的价值和均值回归理论。 不同之处就是积极资产管理需要自己选择最强的资产基金持有,而被动资产管理则不需要考虑市场的强弱。 两种方式都很好,都能够赚到超越市场的收益。 但是显然积极管理的收益会更高,但是对于投资者的门槛要求也非常高,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反而会赔掉很多的钱。 所以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真实水平来选择投资方式。 老齐也有句话要说,到目前为止,我接触的成功投资者当中,没有一个能把二八轮动玩得转的,一个都没有。 大家引用的都是回测数据,但基本上没人能够坚持下去。 接下来我们讲指数化投资,最近已经是越来越流行了。 大资金配置指数越来越多,因为它的优势比较明显。 一,风险相对较小,二,管理费较低。 三,管理过程人为影响比较小,它属于是被动投资,和基金经理判断没啥关系,所以不容易出现人员变动带来的风险。 现在主要的工具分为厂外和厂内两种,厂外就是普通的指数基金,而厂内的工具就是ETF。 这些厂内交易的基金成本都很低,而且交易量巨大。 目前A股市场的ETF产品已经越来越多,覆盖面也越来越广。 包括主要的宽级指数,像什么50ETF,300ETF,创业板,恒生指数ETF,标普白指数ETF,国债ETF,包括货币ETF,全都有。 而且行业指数也基本覆盖,比如老齐就专门建立了一个ETF板块,作为观察窗口,长期观察医药,银行,芯片,有色金属,半导体,证券保险,房地产,黄金等等ETF这类的基金。 这些东西能够反映出市场的行业变化,以及风格歧视。 在美国市场上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备的通过ETF来做投资的方案了,比如桥水的全天候策略,就是40%的美国长期国债,15%的中期国债,30%的股票指数。 黄金和其他商品期货各占7.5%,相当于是一个债股商品,55比30比15的比例。 在18年的投资当中,基本能实现年化9%的回报,扣除掉通胀之后,还有6.34%,关键它非常的稳健。 作者根据这个思路在A股市场上也给出了一个配置方案,30%的护身300ETF,20%的乘头债ETF,10%的黄金ETF,还有20%的货币ETF,剩下20%配给纳斯阿克ETF。 这相当于是一个债四股五商品一的配置比例,股票部分被国内和国外的ETF给分散掉了,而债券部分则被乘头债和货币给分散掉了,这算是一个非常均衡的配置。 如果要激进一点,那么配40%的中正500%,30%的纳斯阿克ETF,然后乘头债货币和黄金各自配10%,相当于一个721的配置比例。 股票全一类资产占了七成,而且股票当中都是那些最激进的小盘股。 保守的方案也有15%的中正500%,5%的纳斯阿克,40%的乘头债,35%的货币,5%的黄金,大概是一个75比20比5的比例。 这次是债券占了绝大多数,股票只占20%,所以它的回撤肯定特别的小,几乎可以保证你每年都会赚钱。 所以大家应该总结一下,如果想激进,那么就要多配股票资产,让它比例超过60%,如果想要保守,就应该少配股票资产,让它的比例在40%以内。 老齐非常喜欢黄金分割位,所以就比较喜欢6比4或者是7比3这种比例,最激进的时候,也就是让股票达到七成的仓位,最保守的时候,让债券达到七成仓位。 正常时间段让组合在6比4和4比6之间来回切换就可以了,这样不至于犯下大错。 下面作者给出了一个实际案例,2014年底也用了一个433的阵型,债券40%,股票和黄金各30%,2015年底的时候平衡一下,到2016年4月,组合跑出了13%的回报。 而此时,债券的收益只有11.88%,而股票是10.71%,黄金是8.74%,也就是说,基础资产没有一个达到组合的收益的,这就是组合平衡之后表现出来的威力,长期持有这种组合,坚持在平衡。 那么长期回报是非常可观的,明天我们就再来讲讲定投,因为定投其实也是一种资产配置,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叔叔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让资产配置为你的财富增值,今天我们来说说定投,跟老齐做投资的朋友,一定对定投是十分的熟悉。 这种投资方式非常适合于打工一组,而且基本上是不会赔钱的,只要你一直坚持下去,最后顶多就是赚多和赚少的问题。 但是目前市场上也有很多人滥用定投的概念,忽悠别人买他的基金,之所以说他是忽悠,就是因为这些人看准了定投不会赔钱这个事实, 而且也利用了普通投资者对于总资产收益的盲点,让大家感觉好像是赚钱了。 但其实最后总收益上其实还不如买国债,明明浪费了你大把的时间,让你少赚了很多钱,最后你还很感谢他帮你赚到钱了。 定投就是通过不断的买入,逐渐摊平成本的过程,那么股价如果下行,你的成本就会越来越低。 但是如果股价上行,你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如果一直坚持定投,可以让你的投资成本低于市场平均成本。 所以如果市场先下跌后上涨,那么你使用定投的方法就会赚到很多的钱,超越市场平均的收益。 但是相反,一旦市场先上涨再下跌,那么你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赚钱的时候赚小钱,赔钱的时候赔大钱。 最后损失惨重。 所以老齐经常讲,定投是要分左侧和右侧的,左侧的时候定投对你是有利的,右侧的时候定投反而对你有害。 如果长期定投,你就会出现反复的过山车走势,长期收益是非常的低。 老齐大概算了算,顶多也就是4%的年花回报,其实还不如你去买国债,更划算一些。 我们总结一下,一,定投必须在左侧行情下进行,也就是估值上渴且市场下跌的时候。 第二,就是一旦开始,除非止盈,否则千万要坚持下去。 定投本身就是一个越买越跌,越跌越买的过程。 如果一下跌你就不买了,那么定投也就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十分有害。 第三,定投务必要选择波动大的宽级指数去做。 这些东西跌下去才肯定会涨起来,才有空间。 之所以老齐不建议你去定投主动基金,或者是定投行业基金,就是因为主动基金的波动没有那么大。 而行业基金有时候还会出现趋势型的衰退。 也就是下跌很深,但是反弹却很有限,会严重影响你的定投回报。 宽级指数是最好的,比如护身300,中正500,创业板这些。 因为股市总是不断向上涨的,这点无需质疑。 所以指数估值合理,且不断下跌,就是一个定投白减钱的好机会了。 基本上你定投上一年就会出现明显的反转,甚至给你止盈的机会。 有的极端情况,定投两年也肯定会发生机会了。 这里注意,个股是不能定投的,个股有很多非系统性风险,无法预知。 比如康德信突如其来的,爆出财务造假,可能从26一下就跌到了3块钱,然后还被勒令退市了。 这个如果你去定投,那就血本无归了。 作者做了一个测试分析,2001年6月,也就是一波行情的最高点,2245点开始定投。 每月投入1万块钱,持续6年5个月,到2007年10月,也就是历史上最大那波牛市的高点,最终定投获得了2.7倍的回报。 投入77万元,最终的账户产生了286万元的市值。 不过老齐也都说一句,这个测试的问题在于选取的时间点,刚好是一波回撤,加上一大波上涨,又截止在了最高点之上。 如果你继续定投下去,很快就是上证指数,从6124点跌到1664点的故事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继续定投到2008年,那么7年下来,你竟然还赔掉了230%,所以定投一定要懂得止盈。 右侧的时候,务必要选择资产配置的思路。 其实定投也是一种资产配置,它是用现金和股票不断的在改变比例。 那么必然应该是越低的时候,股票比例越重,越涨的时候,股票比例越轻,这才是配置之道。 所以大家不要张口闭口的谈什么长期定投了。 之前银行理财经理告诉你的长期定投的方式,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只是为了他方便把基金卖给你而已,对于你的收益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 甚至很多人去了解基金的时候,已经是牛市了,股市已经开始上涨了。 这时候他再告诉你去定投,反而对你十分有害。 下面我们来看看CPPI策略,也就是恒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机制。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并不规定资产的比例,而是限定风险比例。 这一般是市场上保本基金的策略方法。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买国债,一年肯定会产生5%左右的回报。 那么我买股票最大的损失,就不能超过这5%。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确保我的整体组合不会亏本。 也有人反过来做,先用这些资产去买国债,赚取最安全的收益之后,再用这些收益去做高风险的投资。 甚至可以使用高杠杆去炒期货和外汇,因为这笔钱亏了,我依旧可以保本。 一般CPPI策略,要看股票的具体情况而定,大概都是一个债9股一的组合。 也就是说,当债券资产超过9成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知道,这个资产配置不太可能赔钱了。 比如老齐在星球粉丝群里面给大家做的3331策略,这就是一个资产配置比例,拿满一年基本不会赔钱。 年化回报,少说也有5-6%,要比一般理财高出不少。 至于商品类基金,国内是比较少的。 比如我们熟悉的国财大宗商品,新城商品,还有追踪国外商品类的股票,比如什么华宝油器。 这些基金其实说是大宗,其实更多受到油价的影响,基本上可以看成一个原油类的基金。 其他商品对这些基金的影响很小。 2020年我们用国财大宗商品追踪过油价,结果失败了。 主要就是因为复制交割和限购,一下打乱了它的跟踪节奏。 结果我们油价35以下买的,60以上卖的,结果都没赚到什么钱。 有朋友可能还要亏一些,只能说这种事是十分罕见。 复制交割在历史上也只出现过这么一次而已,方法是肯定没问题的。 这只是投资中的必然损耗而已,所以大家不用太多怀疑。 其他的商品还包括农产品,工业金属,化工等等。 农产品和化工这块老齐并不是很熟。 但是工业金属这块基本上就是同履信息。 2020年我们让大家超配有色金属,一年时间基本上赚到了70%到80%的回报,让组合的收益增厚不少。 一般商品这块我们不经常使用,这个得配合经济周期理论,到了时间点才能去用。 它是不能长期持有的,周期行业顾名思义就是会周期性波动的。 你要一直持有它,就是没完没了的过山车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也就是瑞斯。 它同时具备了股票和债券的两种特性。 简单来说就是投资者集资去买房,然后专门由一些机构来打理,出租或者是出售产生收益。 90%必须用来分红。 比如港交所上市的阳光房地产基金,代码是00435。 在2012年到2016年,五年分红分别为6.5%,5.6%,6.1%和5.6%,还有5.5%。 这个分红收益是非常高的,高于一般债券的水平。 它的收益基本上都来自于房屋出租得到的租金。 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它的基金净值也会不断的出现上涨。 此时整个基金就像是一只股票一样,价格也在上升,还是这只阳光房地产基金。 除了分红之外,它的三年回报已经达到了67.2%,五年的回报达到了141.9%,十年回报是262%,明显要优于恒生指数。 不过它也是有风险的,2019年7月之后,价格开始大跌。 从6.35元,一下跌到了3.39港元,跌幅将近一半。 但是在国内,瑞茨可是个新鲜事物,主要就是因为租金收益太低。 现在有一只产品叫做彭华前海万科瑞茨,代码是184801。 它是一只封闭基金,而且一封闭就是10年。 2015年7月上市,到现在已经快6年时间了,累计收益是41%,年化回报是5.8%,每年都有分红。 当个债券买,似乎还凑合。 目前我们还能买到一些连接海外的瑞茨产品,比如什么上头富时,发达市场瑞茨005613。 这个产品2018年的时候成立,到2020年2月的时候表现还不错,两年赚了30%多。 但是自打疫情一来,它可就完蛋了。 净值暴跌,一个月时间从赚30%多,一下到亏18%, 然后缓慢的再爬坡,到现在累计收益也才16%,差不多也是一年5%左右。 此外还有像什么,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彭华美国房地产基金,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 他们这些基金里面瑞茨占比都在6成左右,广发美国房地产占比可能高一些达到9成。 如果你对美国房地产感兴趣,可以考虑这些产品,这些资产的好处就是会给你一个能够防通胀的固定收益。 只要不爆发大规模的楼市危机,他们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基于现金流战略的资产配置,在会计学当中,资产等于负债加上所有者权益。 所以我们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都倾向于把资产做大,资产越大,带来的收益也就越高,赚钱当然也就更容易。 投资市场上,由于价格始终处于波动状态,所以很可能出现10年不涨那种极端的情况。 如果你没有现金流收入,那么对于投资者的心理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很难想象大家能咬牙挺过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即便日后出现了牛市,你也可能会坚持不到最后,那么损失就惨重了。 所以我们做长期投资和稳健组合,不光要考虑到资产的膨胀,还要考虑到现金的流入。 举个简单的例子,买房不能光考虑房价的上涨,还要考虑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租出去。 巴菲特他们考虑的就是,即便未来价格一直不涨,我也能靠现金流收入收回我们的投资,而且回报率还不能太低。 传统的投资组合基本都是考虑资产增值的,不怎么追求现金流入。 但是如果你想让它变得更加稳健,遇到任何情况都能应付,就需要加大雇收类产品的比重,让它每年为你贡献固定收益。 作者做了一个计划,就是最简单的75%的货币基金,加上25%的护身300ETF,从2012年开始投资。 总资产是100万,到了2013年股票涨了一点,货币基金也有稳健的收益。 总资产变成了103万,整体收益是3%,而到了2014年又赔回去了,股市跌了,总资产又变成了100万9000块钱。 到了2015年牛市来了,股票资产一下膨胀了一倍多,总资产变成了132万,2016年又因为股灾,最后跌回到了120万。 简单算了一下,4年的复合回报是4.8%,略高于债券,但好就好在这4年来它从来都没有赔过钱,所以投资者的心态会比较好。 同样的我们把比例调整到25的货币基金和75%的护身300ETF指数,那么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2014年的时候,总资产一下就赔到了90万,2015年赚到过174万,到了2016年总资产变成了127万,年复合回报率是6.3%,所以你发现一个问题,最后二者其实差的并不太多。 经过了大起大落之后,最后回报并没有明显高出多少,而且你很有可能会死在2014年的不断下跌当中,所以这就是性价比不高。 相比较而言,显然第一个组合具备现金流的能力,也更容易赚到钱,毕竟从不赔钱体验会更好一些。 桥水基金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在达里欧看来,金融市场虽然存在无数的投资产品,但是无非就是三种收益。 第一就是现金回报率,也就是基准利率,第二就是市场高出现金的回报率,我们叫做beta收益。 第三种叫做主动管理所带来的超额回报,叫做alpha收益。 所以你要做好投资就得抓好alpha加beta加现金回报,我们之前讲的大类资产配置,然后根据市场位置和时间进行权重调节,基本上可以吃到beta收益。 但是alpha则可遇而不可求,也就是说需要更加精准的择实能力和选股能力,过分追求alpha可能会适得其反。 所以老齐总是告诉大家,没有绝对的把握就尽量不要乱动,但是估计很多人都会当成耳旁风。 散户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alpha收益,结果最后弄的什么收益都没有了,反而会赔掉很多钱。 侨水基金之所以厉害,它的根本逻辑就是不同的,我们是希望从某一类资产上获取三类收益,而侨水则是分别通过三种资产追求不同的收益水平。 这就是现金流配置的理念,比如分别配置三种资产abc,a提供alpha,b提供beta收益,c提供利息收入,目的很明确。 比如a到底是雇收还是权益,这个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须带来alpha收益,也就是说必须超越市场。 这其实就是老齐跟大家说的,超配的理念,你应该把基础配置做好,一方面通过固收获取现金收入,另外一方面通过固收和权益的平衡,获取beta收入,然后再有20%去按照周期理论博一博这些alpha收益。 你按照这个逻辑把资产配置好,然后自己也就清晰了。 作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在a股市场上最简单的,基于现金流战略的资产配置方案,可以通过打新股来实现。 目前的黑股市场上基本上还是保持新股不败的,所以风险很低,但是由于市值配售的规定,我们必须要持有一定数额的股票,才能够参与打新股。 所以一般普遍的原则是持有少量高息分红的蓝筹股票加现金或者是债券的方式进行,比如25%的股票配置加75%的现金和债券配置。 按照马可维茨的理论,在持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同时,增加少量的权利资产,可以在风险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你的收益。 而打新股这块就是一个典型的阿尔法收益了,相当于它是一个套利行为,一级市场买入,二级市场卖出,往往都会有比较高额的回报。 而且现金部分会有持续的现金流入,会让你感觉非常的好,而每次中签都感觉自己像中了一个亿一样开心。 但是老齐也多说一句,打新股这个事,由于中签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单看新股是暴利,但是从总资产的比例去衡量的话,其实收益是比较低的。 很多打新股的基金都是这么做的,但是长期回报基本上跟债券类似,甚至还没有二级债机高。 此外呢,我们能用到的私产还有期权和期货,这些都是让我们做套利或者是做对冲用的。 比如市场集结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躲开,就可以临时用股指期货进行对冲一下,期货上开空仓,而你持有多头仓位。 这样集结的过程当中呢,你在仓位上的损失,就会在期货的收益上得以补偿。 一般大雄市里定投,我们会逐渐的提高股指期货的仓位,这样定投的仓位会受到保护,但是国内的股指期货并不太好用。 经常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有时候还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老齐再强调一下,期货一定要顺势而为,不可逆势而行,只能对冲不能投机,你永远要把它当成一个盾牌,而不能把它当成杀人工具,否则会很容易反噬自己。 作者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用国债期货和股指期货建立一个配置方案,然后剩下的钱放在短期雇收里吃利息,在风险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整体收益。 这个组合务必要保证流动性,因为如果是股市下低,我们需要及时的补充保证金,否则就会被强制平仓。 由于股指期货一直都处于贴水状态,也就是期货价格低于现货价格,所以出现了明显的价差。 而我们又知道在交割的时候贴水必然消失,期限价格最后必然相等,没有价差。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空现货,做多期货,锁定这个价差。 现在很多金融产品做的就是这个思路,利用的就是期限差。 一个月的贴水程度如果是1.5%,那么全年也超过了10%,而这个收益基本上是锁定的,也就是说汗浪保收。 做的几率,2015年的12月1号,吃中正500的贴水,每个月交割前一天,换成下个月的主力合约,坚持到2016年9月交割,能赚到3.44万的利润,大约也是4%的收益了。 而同期中正500指数则下跌了17.5%,相当于这个策略跑赢了指数21.5%,如果再算上其他的保证金吃利息的话,收益会更多。 不过这个策略害怕的是金融危机,突如其来的那些风险,让贴水和生水倒灌,或者是价差不收敛反而扩大,甚至你来不及追加保证金的时候就会亏掉很多钱。 所以大家看不懂的产品千万不要做,特别是这种看不懂的结构化金融产品,其实风险巨大,尤其在一波强趋势之下,很可能拉爆你的保证金账户。 还有一种叫做护身300的期限套利,也是利用现货和期货的利差,从而锁定收益。 期限套利最大的风险就在于保证金不足,而导致的平仓风险,特别是一波强趋势出现的时候,很容易拉爆你的保证金账户,而且还有可能出现极端情况。 就是在交割之前,期限价格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还一直扩大,这就会让你的账户出现明显的浮亏。 此时就看你的定力了,如果是高杠杆的话,损失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比如当年的长期资本,他们的模型就死在了这种该收敛的价格,最终却突然放大上,一下子让长期资本爆仓了,引发了一场金融海啸。 下面还有国债期货的跨期套利,也就是利用不同月份之间的价格差,做多价格低的,做空价格高的,从而实现套利。 还有一种叫做跨品种套利,比如在货币宽松的环境之下,利率下降。 但是利率债的价格会走高,长债涨的会比短债更多,那么我们就要做多长债,做空短债,这样你在长债上的利润就会超过你在短债上的损失,所以成功锁定了收益。 反之当货币开始收缩,就得反过来做了。 不过国债期货套利一般空间都并不大,需要使用杠杆才能看到明显的利润。 明天我们再来讲讲通过期权创造现金流,以及投资组合的综合应用,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叔叔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让资产配置为你的财富增值。 今天我们看看用期权如何来创造现金流量。 在A股市场上,期权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产品少,参与的人数也少。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期权是一个高风险产品,但其实期权在海外市场一定相当普遍,而且它基本上也是用来防守的。 期权有一个最基础的策略,叫做背对开仓。 啥意思呢?就是指投资者在持有一定数量股票基础上,同时卖出相应数量的认购期权,也就是未来约定价格买入股票的权利。 以上证50ETF期权为例,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持有一万份50ETF,同时在期权市场卖出一手认购期权。 这一手认购期权呢,刚好对应的就是这一万份50ETF,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一定的权利金,这就是背对开仓了。 如果50ETF没有大的波动,甚至略微下跌,我们就能够吃到这个权利金的收益,并且可以继续卖出下一期的期权,反复吃这个收益。 老七再解释一下,所谓的权利金呢,就是期权的价格,注意这是买方向卖方支付的费用,所以呢,我们卖出期权就会得到这个收入。 所以如果你一边持有50ETF,一边持有卖出期权,市场一直不涨,那么每个月基本上都能吃到这个权利金的收入,这个现金流呢,也是比较强大的,并且风险完全可控。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市场大幅波动,如果市场大涨,投资者会被要求按照价格行权,卖出手里的50ETF,那么我们不但可以赚到权利金,还能在50ETF的上涨中赚到钱。 但它的问题是,不会让我们赚到很多钱了,如果大涨的话,你就被迫行权,会损失一部分权益。 如果股市大跌,跌幅超过了权利金,投资者才会发生那个真实性的损失,权利金呢,相当于投资者的保护点。 有时候呢,这个月亏损了,没关系,下个月我们可以继续卖出下一期的认购期权。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背对开仓,在股票大涨,不涨,小幅下跌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 它的问题就在于,如果股票大涨,我们会被迫提前卖出股票,从而丧失掉未来大的收益权。 而股票如果大跌,跌破权利金才会真正的赔钱。 所以背对开仓的胜率要比单独持有股票更高一些。 这里老奇请大家注意一点,背对开仓的风险在于,如果卖出的权利金太少,又非常不幸赶上了股市暴跌,投资者就会遭遇到比较大的损失。 所以这种背对开仓策略,要选择一个尽可能波动小的指数,它会让我们吃到更加稳定的权利金收益。 这样确保我们在股市不涨不跌的时候,也能有一个稳健的投资收益。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现金管理,大家有个误区,认为投资就是要把钱花出去,其实现金也是一类非常重要的资产。 我们常用到的现金存放地方就是货币市场基金,它主要投资于短期国债,商业票据,银行成对汇票,大额存单,国债逆回购。 这些都是流动性非常好,且非常安全的产品,而且都期限很短,所以基本上没什么风险。 之所以要加上基本上三个字,就是因为遇到极端情况,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银行挤兑,那么货币基金也是出现过无法兑付的情况。 所以可以这么认为,只要银行不出问题,货币基金就不会出问题。 如果银行真出问题,你即使不买货币基金,那么也估计是跑不了的。 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我们曾经一度高达过6%,但在这几年已经持续下降,现在也就是2%出头,但是也了胜于无,因为它的作用还主要是流动性,而并非是资产增值。 另外我们还可以买一些银行理财,有的也有不错的流动性表现,比如一个月的,三个月的,或者是六个月一年的。 有些产品能够达到4%的收益,只要风险等级在R2,就问题基本不大,到了R3就会有一定风险了。 或者说基本上就有一个预期收益了,能不能实现这个预期,可就不好说了。 所以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大家务必要重视起来。 还有一个现金产品也经常被利用到,那就是国债逆回购。 现在护身交易所有9个产品,分别是1日、2日、3日、4日、7日、14日、28日、91日和182日。 上交所的代码是204001,就是一天的,204002就是两天的,以此类推。 所以身交所也有,代码就更难寄一些,一天的是代码131810,两天的就是131811。 国债逆回购相当于你把钱拆解出去,所以一定要选择卖出操作,而不是买入。 然后就自动完成化转了,基本上T加2资金就能回到账上。 有的时候国债逆回购利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往往都是非常短期,也就一两天的时间。 比如2015年的2月10号,一天的逆回购利息就高达了65%,在这一天你借钱出去肯定是赚了很多的。 但是均摊到全年,其实意义也并不是特别的大。 一般在7天长假期间买入,短期逆回购产品是比较划算的。 注意一定要在放假前的倒数第二天去购买,这样才能确保你买进去。 作者很推崇一套现金流配置思路,就是用30%有稳定股息的蓝筹股去打底,然后用70%的现金资产,平常吃那个大约3%左右的货币基金或者是银行理财产品的利息。 一旦指数期货和期权市场有机会了,就调出资金去吃贴水,以及权利金进行低风险套利。 其中那部分股票提供的是beta收益,而打新股权利金和贴水套利提供的是alpha收益。 如果没有机会贴水不大,权利金太低,那么就啥也别干,踏踏实实的吃你的利息,确保现金流入。 最后作者还介绍了两种类型的基金,一是主权财富基金,这是一个国家用于投资的基金,比如我们的中投就是典型的主权财富基金,最著名的是海湾国家,比如沙特科威特这些主权财富基金, 他们是5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成立了,目的就是防止财政收入减少之后,对于国家经济和预算的冲击,也有的是为了对冲外汇,还有的是为了老龄化社会进行储蓄,当然也有战略性投资的,为国家的战略发展并购一些稀缺资源。 2016年的数据,全球十大主权财富基金当中,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是8850亿美元,全球第一,然后就是中投的8138亿美元,排名第二,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投资局是7920亿美元,排名第三,跟咱们有关的还有外管局下面的华安投资公司4740亿美元,排名第六,香港金管局投资组合是排名第七,全国社保基金排名全球第十,所以我们的钱还是非常充沛的, 前十名当中我们就占了四个,那么这些主权财富基金到底是怎么投资呢?以科威特投资局为例,他们的股票占了57%,债券占了15%,房地产占3%,现金有23%,还有一些另类的资产,一半以上他们都投在了美国市场,挪威政府养老基金股票投了61%,雾收投了37%,房地产投了1%,新加坡政府投资基金则是45%投股票,其中分为30加15,分别投在了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 然后雇收是17%,另类投资主要就是房地产私募还有一些资源,他们投了17%,还有11%是现金,再来看第二类基金叫做对冲基金,金融商的对冲意思就是两笔完全相反的交易,从而锁定利差,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对冲基金现在已经超出了对冲风险的范畴,开始承担了很高的风险,世界上第一支对冲基金是一个叫做琼斯的人创办的, 时间是1949年,他用杠杆借来更多的资金,然后一多半买入看好的股票,少部分买入不看好的股票,一旦股市上涨,好股票涨得更多,所以他就收益更高,而股票下跌呢,则差股票跌的更多,所以他也能有收益,琼斯用这套方法,从49年到68年近20年的时间,获得了48倍的回报,年化回报高达22.6%, 让对冲基金是一炮而红,后来对冲基金蓬勃发展,到了2014年,全球就有1万多家对冲基金了,规模已经突破了3万亿美元,比较出名的对冲基金就有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还有当年破产引发金融地震的长期资本,还有保尔森基金,在2008年金融危机当中,他大转而特转,约翰保尔森本人也被封为对冲基金之王,大空头就是根据他的故事改编成的电影,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内容了,作者也是从头到尾的帮我们梳理了一遍, 资产配置的逻辑,以及对各种资产给予了一定的盘点,其实资产配置并不复杂,就是债券股票商品房地产这些常见的资产的不同比例进行调节,对于一般的投资者而言上手极快,入门也极其简单,甚至可以快速的让你实现扭亏为盈,并且在市场中稳定获利,但是资产配置做好却并不容易,当你具备一定的水平之后,要根据周期风格利率进行资产的比例调节,获得尽可能多的 二法收益,这个就很困难了,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想做到年化8%,资产配置分分钟就能让你实现,做到10%稍微有点难度,好好学习也肯定能实现,做到年化12%就难度很大了,只有20%的配置者能够最终实现,但是要达到年化15%到20%的收益,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师级别的水平了, 一般的投资者估计已经很难企及了,如果你不贪心,只想获得年化8%到10%的稳健长期收益,进而实现永久现金流,达到财务自由的水平,老齐认为资产配置也许就是你的学习捷径,学完这本书你有何感悟呢?可以再看一遍资产配置的艺术以及全球资产配置,还有世界上最聪明的投资书,这几本书,这些书上会有具体的资产配置方法,帮你快速的找到你要实现的目标,明天我们开始新的学习。